洞房花竹叶 新年为了手伸如鱼不让男人碰自己 竟在身上缠了整整七条裤腰带 但是新郎一点也不着急 只见他突然掏出一个宝贝 你知不知道 这是什么 原来 长辈们早已为他准备好了解决办法 只需趁新娘睡着的时候 偷偷把蚂蚁倒在他身上 到时候新娘就只能被破解带宽衣服 但男人却没有这么做 虽然此时已经喝得醉醺醺了 但他仍然是一个绅士 表示自己不会抢人所难 不仅如此 看着新娘一天没吃没喝 男人体贴地给他倒了一杯水 没想到却被对方拒绝了 因为按照当地习俗 新娘婚后三天都不允许吃喝拉撒 但男人不在乎这些 他只是心疼妻子 做完这些 男人倒头呼呼大睡 而一旁的新娘阿秀却盯着他陷入了沉思 原来 阿秀也有他不为人知的故事 早在结婚前 就和他最好的闺蜜私定了终身 并许下永不分离的誓言 二人彼此约定 即使嫁了人也绝不会和新郎同房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新郎阿光是个弟弟道道的好男人 第二天一大早 就给他做了糕点 但按照当地习俗 女人不能上桌吃饭 只能站在一旁 于是阿光便陪着阿秀一起站着吃 面对如此憨厚老实又温柔体贴的男人 阿秀一时间也产生了好感 于是在这天晚上 他半腿半酒接受了阿光 然而次日一早 夫妻二人就要面临分离 因为按照当地习俗 新娘婚后三天就必须回娘家 直到生了孩子才能回到丈夫身边 这期间每年只有三次见面的机会 虽然两人都非常不舍 但也没有任何办法 回到娘家后 阿秀第一时间来找闺蜜阿花 阿花激动地一把抱住她 开始说起情话 睡得好不好 两天没睡 好想你哦 你呢 我也是 阿花以为阿秀没有变心 可阿秀却眼神闪躲 因为自己违背了姐妹誓言 不仅与丈夫有了夫妻之事 还爱上了那个男人 但她只能一直瞒着 因为害怕阿花伤心 至于两人为何会抵触婚姻 这是还要从当地娄西说起 在这里 新娘出嫁必须身穿黑衣黑裤 无论是否下雨 也要打着一把黑伞 一路上要面露悲伤 不停哭泣 击败祖先时 男人可以站着 但女人就必须跪着 更残忍的是 新娘婚后三天内不能吃喝拉萨 即便来生理期也得憋着 然而这些仅仅只是开始 女性婚后的生活更加悲惨 这天 阿花大嫂在帮忙卸货时 由于身体不是跌了一跤 箩筐里的雨洒落了一滴 大哥看到后 不由分说的上前就是几个巴掌 还骂她是个废物 怎么不去死 就连婆婆也在一旁 吱吱点点个不停 大哥气不过 又是一顿乱踢 好在阿花几时阻止了下来 看着大嫂生无可怜地摊在地上 阿花更加的痛恨婚姻 性情刚烈的她当即放话 谁敢打我 我先打死她 自己再死掉 为了让大嫂开心点 阿花请她去看电影 可谁知半怒婆婆喊住了大嫂 让她回家干活 阿花侃求母亲让嫂子休息一下 看一场电影最多也就两个小时 可母亲却态度坚决 并表示回去看电影解说就够了 最终 大嫂一脸失望地留了下来 电影冤离 屏幕里暧昧的话 没有让大家面红而吃 尤其让身为人妻的阿真心养奶奶 于是她忍不住偷偷溜出去找丈夫 明明是正儿八经的夫妻 却因为封建陋习 只能躲在角落里偷情 而两人撕毁是被村民抓了的正招 村民们纷纷斥责阿真不守抚导 甚至骂她不要脸 面对流言蜚语 阿真斜私底里地反抗着 她不明白为什么见自己的丈夫也有错 愚蠢的村民们却步步紧逼 甚至怂恿阿真的丈夫打死她 软弱无能的男人顶不住压力 竟真的解开皮带准备动手 阿真顿时万年俱灰 看到不远处的竹坚后 直接冲了过去 以最惨烈的方式捍卫着自己的尊业 此时给阿花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她对婚姻产生了抵触 因为婚姻不仅没有想象的美好 甚至就连女性的尊严都会丧失 于是她便萌生了一辈子不结婚的想法 阿花把想法说给了阿秀 两人一派即合 从此结为姐妹夫妻 他们来到妈祖庙 在妈祖面前立下誓言 要生生世世永不分离 可这些只是他们天真的想法 在那个年代 婚姻哪里是他们一个人能决定的事 没多久 阿秀就被父母定下婚室 虽然她自己不情愿 但却无可奈何 可阿花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为了不让阿花伤心 阿秀便与阿花定下了约定 彼此即使结婚也不会与男人同房 随后两人互换手桌作为信物 可谁会想到 阿秀竟然嫁了个好男人 还爱上了对方 她违背了姐妹间的誓言 并与丈夫完成了夫妻之时 当然 这些阿花都还被蒙在鼓里 这天 阿秀和阿花正拉着一车的石板 天空突然下起倾盆大雨 幸好出现一个男人帮她们拉车 此人正是阿秀的丈夫阿光 她想念阿秀 所以今天特地过来看望 虽然两人之间没有过多的言语 但亲密的互动 却让一旁的阿花粗意打发 不由地怀疑起阿秀是否变心 不久后 是阿秀回婆家的日子 而阿花为了不让她离开 竟故意弄伤自己的脚 想要借此拖延时间 可阿秀不想放弃这难得的机会 她也十分想念丈夫阿光 于是等到阿花睡着 便偷偷拿上行李离开 村口处 丈夫也等不及了亲自来接她回家 两人之间充满了幸福 殊不知这一幕都被阿花看在眼里 原来她只是装睡试探阿秀 失落的阿花回到家 却发现家中摆满了聘礼 原来 母亲已经为她安排好了一个大户人家 可阿花根本不想嫁人 便独自来到街上散心 却碰巧遇见了要嫁的那个男人 他叫大雄 是当地出了名的富二代 不仅为人嚣张跋扈 甚至还当借调戏良家妇女 阿花哪里受得了跟这种人结婚 于是她找到阿秀 抱怨着为什么女人要结婚 阿秀只是告诉她等以后就懂了 文婷辞言 阿花以气之下决定嫁人 可她却不知道 这个决定会让她后悔终生 新婚之夜 新郎大雄本性暴露无遗 在一群兄弟面前大言不惭地吹嘘 照我的意思啊 老婆就是条猪 要肥 要能多生儿子 我才有面 紧接着 大雄为了自己所谓的面子 竟然还打算要当中姐新娘的裤腰带 只是阿花不配合 便一脸扫兴地离开了 可没过多久 她又独自回到房间 醉醺醺的想要放到阿花 阿花不从 男人便直接来应的 撕撤中 阿花朝着对方的耳朵一口咬了下去 男人的耳朵瞬间出血 发了疯似的呕打着阿花 受不了屈辱的阿花 竟爆发出了惊人力量 一脚将她揣晕了过去 阿花好不容易挣脱魔爪回到了家 可母亲非但不心疼她 反而大骂阿花不懂事 大哥回来后二话不说 直接先做 接着又扇了阿花一巴掌 恶狠狠地逼着阿花回去 毕竟大雄是当地一霸 得罪了她那可万万不行 阿花为了不连累家里 也只好迎着头皮回去 谁知大雄晚上竟带回来一个女人 还要当着她的面做不雅之事 这种情受行为 让阿花彻底心如死灰 她当即对公婆提出自己要离婚 公婆听后一脸迷茫 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离婚 阿花的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 因为离婚就意味着 要把丁金聘礼都退回去 好在阿花的大嫂一直都很疼爱阿花 听说阿花要离婚 当即就从枕头下摸出两份钱包 一份是阿花的瓶金 一份是自己的私房钱 她希望阿花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可下一刻 大哥就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 一把夺走阿花手里的钱 紧接着又狠狠扇了大嫂两巴掌 骂她吃里爬外部手抚道 大嫂一口鲜血喷出 当场被气死了 那笔钱最终落到了母亲手里 阿花找到母亲所要 可母亲却说钱是要留给大哥再婚的 面对重男轻女的母亲 阿花别无她法 她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这个家 无处可去的她只能去投靠阿秀 并希望阿秀不要离开自己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 阿秀已经决定要和丈夫一起去外地生活 因为担心阿花知道会难过 所以一直都没告诉她 没多久 阿花知道了这件事 可奇怪的是 她竟同意阿秀离开 这让阿秀不禁感到意外 也没有多想便回家收拾行李 殊不知 几二连三的打击 已经让阿花产生了极端的想法 等到阿秀提着好就好 才过来告别时 阿花已经准备好了刀子 她想与阿秀死在一起 谁知这时 阿秀突然表示自己怀孕了 她希望自己的孩子 不要经历这些荒唐的陋戏 所以才选择与丈夫离开此地 还说 是阿花给了她离开的勇气 听到这些 阿花的眼眶湿润 最终选择了成全阿秀 临别之际 两人再次呼唤手拙 表达着心中的不舍 这也是他们二人最后的相会 命运虽然是不公平的 但阿花刚烈的性格就决定了 她不会屈服于命运 她没有阿秀的好运 经历过种种后 她早已对婚姻失望 所以她任由自己被海水淹没 只为逃离这个悲惨的时代 只为将自己最美的时刻 永远定格在阿秀的心中